打开门是设备齐全的房间 有一张双人床 沙发 书桌 大衣柜 房间里面还有卫浴厕所 这是嘉义市议会提供给议员的研究室 但民进党议员黄露慧被提报 把研究室当套房出借 一名赵姓女子住了20年 通知她应该要即刻办理 知情人士检举爆料黄露慧的父亲 是前议员黄振南 疑似在父亲当议员时 就把研究室出借给赵姓女子 但赵姓女子不是议员 也不是议会员工 却可以在议员研究室来去自如 还放私人物品睡觉过夜 继生议会20年 这个人到底是谁身份沉迷 其实赵小姐是议会的员工 当初她只是借用研究室 放她的东西 并没有住在那边 赵姓女子住了20年 却无法可管 只能追讨水电费 一个月水费71块 电费196元 20年下来一共六万四千零八十元 赵姓女子却不用负责 议会不排除向议员追讨 网友狂酸是全台最便宜套房 追讨这个20年的水电费 六万多 那根本就是捏招出来的 议员反驳被放假消息 更指控是选举奥报 但如果真的出借研究室 纳税前帮忙买单 议员要是没解释清楚 恐怕重创形象 记者侯国文 嘉义报道 我是戴笠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栅栅栈